就房子都不夠還要蓋一層一戶 那你蓋個兩戶 給大家多住一點不對嗎 一層你要蓋一戶 我們要住嘛 包含我自己 我都覺得我自己這十個星 一天到晚就是 就會 菁姐就好跟妳講 對於結會有什麼計畫 請問計畫會啊 會啊會不會計畫 就是你會想 對啊 你會想又想又做 對啊 當然就沒有一個確切的日子 所以我也不知道怎麼可以講 覺得 那就是 好啦你等我啊 我如果會 欸這真的很難欸 我會research說 今天哪邊送什麼跟你講 對啊 那你再決定哪一天要那個 因為我覺得 我自己的日子不是過得很安定 結婚這種事情 房子你又買不起 你要怎麼樣去成立一個家 我覺得現在是因為疫情 求婚 你根本就 欸你租房子 你東西就擺在那邊 那你每次看他那邊 都覺得哇 我要買東西 我要想人家都買回去 我要放在那裡 真的很辛苦啦 大家不要看我們今天穿的 所以我們就是 我自己過得很開心 我真的很怕弄髒好不好 對啊 還買不起欸 對啊 還想死 太美欸 太美了 太美了 我想說 今天也要先正經 對喔 一定要先放婚禮再正經 然後有 陳宇娜問你說 婚禮會不會要我們 要啊 你們會來嗎 妳是誰 我讀不到妳的眼睛 不會啊不會啊 那我把我弄來喔 我是說要搭一個特別的 現在要剪嗎 還停 想說還在往自己的目標 現實地下晚點再說 我已經講了 變得是醬油還在釀啊 我還沒淋到醬油 要等正好的正品的時候 聽說有送金鏟子了 我再去找找看那個 因為屏東有送金鏟子 結婚也太遙遠了 那現在穩定嗎 就還是平時在表解 各位觀眾 不如先看看新劇愛情發生在三天後 再考慮要不要跳進愛情粉墓吧 看你不是純的idea 就是驚悚一點 其實 我真的是每天 壓力都超大的 就是那些情緒就是 你一定知道 但是他們沒有演他們不知道 回去跟老公離婚看看 聽說